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巴基,欢迎回到巴基漫谈美国 美国买房找巴基,避坑排雷防欺诈 大家好,现在是美西时间,2021年7月17号周六 目前巴基是加州房地产经纪人 欢迎有生活在南加州、北加州的朋友们 有买房卖房贷款的需求,都欢迎积极联系巴基 有生活在德州、佛州或者是西雅图等地的朋友们 有买房卖房贷款的,也欢迎积极联系巴基 那么今天周六,巴基给大家更新几个非常至关重要的讯息 那么最近大家看到了加州、荆州第二轮书坑四季反正式表决 通过签署成为法律之后,很多朋友们非常关心 他们何时才能够收到上述的付款 那么很多朋友们非常关心的是 第一次已经拿到了目前的首轮书坑金600块钱 夫妻双方一千,那么第二轮是不是还可以拿到呢 那么又有一个非常重磅的一个消息 就是巴基发现在本轮发钱当中居然是非法移民发的这样一个金额 是超过目前整个的合法移民 那么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巴基今天稍后给大家详详细细来解读一下 那么另外在美国国售局7月15号陆陆续续发放了首次的阿童福利补贴 很多朋友们还没有拿到或者是金额不对 巴基稍后给大家详细解读一下 好,那么希望各位朋友们可以先赞后看转发分享 如果有喜欢巴基的朋友 欢迎接机订阅巴基的油管欢迎视频 给巴基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好,我们这就言归正传 首先来看几个简单的推文 第一个推文是来自纽约州的劳工部 纽约州劳工部在7月17号今天发表的推文表示到 再一次目前按照BYE的到期日期 也就是说大家在首次申请纽约州的失业金 如果是根据相关的时间已经是到达了满了12个月的话 而你们目前仍然失业 则必须进行重新提交纽约州的失业金申请 我们要确定你是否有资格将可以获得新的失业金索赔 如果你被认为不符合新的失业金的索赔资格 则你有可能继续获得现在的PEUC 也就是UI这样一个延长期的相关的福利 并且你们需要继续获得每周的福利认证 那么大家在前面几期看到了很多朋友们 目前正在问的 大概都要是提供这样一个工作证明 找工作这样一个证明 那么纽约州也是不例外 大家应该也要按照纽约州的相关的规定 要提供积极的找工作证明 才能很可能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 继续领取你们的相关失业金 好那么以上是来自纽约州的最新推文 第二个消息来自加州劳工部的推文 加州劳工部表示 2021年6月份整个加州的税率是维持在高位运行 目前加州税率超过整个全美国 那么现在加州税率6月份保持在7.7% 整个加州的雇主增加了大概是73,500个非农就业岗位 那么很可能目前加州整个失业率都是排列在美国的各州的前茅 大概是前三名 那么加州目前整个的这样一个就业状态 还是处于这样一个用功荒的情况之下 那么很可能在未来这样一个失业金的发放情况 或者是失业金的领取资格会变得更加的愈发紧张 会收紧相关的资格验证 会让更多的人回到这样一个就业岗位当中来 好那么以上就来自加州劳工部的最新推文 那么第三个非常至关重要的 来给大家一起来解读一下 第二轮金州纾困资格版当中 这样的一个600块钱和目前的500块钱总计1100 那么到底是应该如何发放哪些人群可以领取 八戒最近发了相关视频 很多朋友们在底下提问 我把相关的提问总结一下 回答一下各位网友的提问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更快更好的验证你们的资格 领取到你们应该属于的相关第二轮纾困金 首先来看一下时间2021年7月13号 加州州长纽森正式签署了 大概是120多亿美元的第二轮金州刺激反案 目前符合条件的个人可以获得600块钱 符合条件的家庭可以获得600加500 总计是1100美元 那么有很多朋友们提出这样几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是谁有资格获得 这样的一个资格认证大概是如何鉴定的 首先有这样一个资格 目前是必须是在调整之后 你们整个2020年度的家庭收入 无论是单身还是一家之主 还是富家双方 只要是报税的话 都是按照整个这样的报税在一起算 整个这样的报税 必须是在年收入小语75000美元以内 这是第一个硬性要求 那么第二个要求是在于你们在申报纳税的时候 不可以依赖他人的税表 不可以作为他人的受抚养人 否则的话你们自己是不可能拿到上述的600美元 那么第三个必须要拥有SSN 也就是社会安全号码 那么第四个如果你们没有SSN 那么你们必须拥有美国国税局颁发的RTRN 也就是个人纳税识别号码 这是第四个要求 那么第五个要求 也就是说你们必须是在过去一年当中 要有一半的时间 183天是生活在加州 并且纳税地址居住地址 都要是在加州才有可能获得上述的相关的600和500 好 那么以上就是五个相关的硬性标准 那么巴西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到底是哪些人有资格 有一些人获得了第一次 那么第二次到底是不是有资格 目前根据相关官方网站的最新信息 首先是纳税时间表 必须是在2021年10月15号之前 完成了你们整个2020年 整个这个年度的报税工作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目前大家可以从上方的截图当中可以看到 目前它是分为几个类别 第一个类别 如果你们已经是获得了 荆州纾困刺激法案当中的 第一轮这样的一个纾困法案当中的获得的补贴 无论是个人拿到了600 还是夫妻双方拿到了600加600 总计1200 那么在本轮当中 你们大人的相关的费用 相关的这些补贴 是肯定会失去是没有的 只能够拿到 如果你们是有孩子的话 可以拿到这样一个500块钱 也就是说第一种情况 拿过了第一轮的600加600 或者是单独的600 那么在第二轮 你们如果是有孩子 可以拿到500 如果是没有孩子的话 不好意思 你们这一次是真的全都是排除在外 因为州政府已经给你们发过了第一次 就不会再把这份人群 呐喊在本次当中 那么本次呐喊的范围 是非常之广 大概是涵盖整个加州 2300万的这样的居民 好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么第二个 如果你们在第一轮 这样一个荆州输购法案当中 没有拿到任何的补贴 那么你们这一次 如果加州有被抚养人 是目前的孩子 大概的年龄 是在21岁以下的话 那么大概都能够拿到上述的1100美元 也就是说第一轮没有拿到 第二轮可以拿到600大人的 儿童的可以拿到500 总计是1100美元 这是第二种情况 那么第三种情况 就是属于在第一轮 荆州输购法案当中 没有拿到任何的费用 没有拿到任何的补贴 那么在第二轮 虽然你们目前没有孩子 但是你们的年收入 符合在0到75000美元以内 这样的话 你们可以拿到大人的 整个是目前的600块钱 那么不管是夫妻一方 还是夫妻双方 目前是按照家庭来算 整个就是600美元补贴 所以目前是分为上述三个情况 最好的是能够拿到1100块 最差的就是第一轮拿过了 而第二轮又没有儿童 又没有孩子 那么你们是没有任何资格 可以拿到的 好 那么以上的八戒榜 这样的一个例别 给大家讲清楚了 如果还有不太清楚的 可以去详细看一下 上述的官方网站 那么今天我要重点给大家来聊一下 目前属于RTRN这样的类别报税的 也就是说很可能是非法移民 或者是其他类别的 比如像一些HMB 或者是一些学生 或者是等等 其他类别的 他们目前还没有拿到这样的一个SSN 目前仅仅是只有这样一个RTRN 美国国税局单独申请的个人纳税识别号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也就是大家普遍认为的 是属于大概是非法移民这种类别 在这种类别呢 在本次当中 如果你们已经是获得了 在上一轮当中政府给你们的第一轮 加州荆州说个法当中600块钱 那么在这一轮呢 如果你们的年收入也是在7.5万美元以内呢 而且你们是有被抚养人 是有这样的一个儿童存在的话 那么是可以一次性给你们补助高达1000美元 所以呢大家就能够看到 如果是合法移民 拥有SSN的很可能他们只能够拿到目前的500块钱 那么如果没有阿童呢 就是一分钱都没有 那么如果有阿童呢 就是500 那么对比一下RTRN这种类别呢 居然是能够多拿500块钱 也就是最高可以翻倍拿到1000美元 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差别了 那么这是第一种RTRN 那么第二种RTRN呢 就是大家在第一轮拿过了相关的第一轮荆州说个法当中的600块钱 那么在第二轮呢 如果你们又没有阿童又没有被抚养人 那么你们是不能够拿到上述的1000美元 所以呢 整个的情况呢 大概就是分为上述的五到六个类别 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 如果还有不太明白的呢 欢迎把这段话呢 继续重复的反复的去听几次 你们应该就能够对号入座 那么如果还有不太明白的呢 可以去观看一下上方的截图 或者是去他的官网去认真的去解读一下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这种类别呢 就分的比较清楚 当然了 对于目前属于类似非法移民的 拥有RTRN的 没有拥有SSN的 可以居然拿到是1000块钱 只要你有RTR的话 而目前属于合法移民 美国公民 美国绿海 那么在第二轮 虽然他有孩子一个或者是多个 那么最多也就只能够拿到500块钱 所以这个500跟1000的差距 还是非常非常明显 几乎就是翻倍了 那么大家也就可以看到 在目前民主党人控制的这样一个加州啊 对于这些类别的人群 目前照顾的还是非常非常周到的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巴授对于整个这样一个付款呢 给大家这个付款类别 付款资格 给大家稍微做点总结 那么目前下来呢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整个这样一个支付时间 是目前最快2021年的8月底到9月初 开始目前进行首批付款 那么是分为几个部分 目前是在这样一个报税网站 美国国税局是通过电子形式申报的话 那么大概等待的时间是三周 那么如果是通过手写这样一个报税表的呢 邮寄过去呢 大概是需要等待四周的时间 那么也就是说最快 大概是在9月十几号可以拿到首批付款 那么目前整个的纸质报税呢 大概是需要等到9月底的时间 那么再来我们看一下目前通过哪几种形式进行退款 首先第一种呢是通过直接的这样一个银行转账 大概是需要五个工作日可以到账 那么另外呢就是通过信用卡的形式 退款到你们的信用卡 大概是需要七个工作日 那么另外呢就是通过邮寄疏困支票 大概是需要两到三周的时间 那么大家通过以上的时间可以看到 如果是9月十几号 目前整个的资格审核完毕 那么通过最快的银行转账 大概是五天的时间 也就是在9月20号左右 应该会有第一批的人可以拿到上述的付款 那么稍微迟一点 大概是在9月底的时候 可以拿到上述的相关付款 好那么以上呢就是八戒给予整个第二轮 荆州疏困支系反 给予了完全的详细解读 那么欢迎各位朋友们在底下评论区 积极评论积极交流互相帮助 那么如果还有不太明白的呢 欢迎加入八戒的微信群组 好那么以上就今天第三个消息 那么第四个消息呢 给大家更新一下目前整个的朋友 在八戒的这样一个微信群组 和目前八戒私聊和在底下评论区都能够看到 从2021年7月15号开始 也就是前面几天 整个美国国数据开始进行 首次的阿童福利补贴以后呢 有很多朋友们都在底下评论区评论 或者是给八戒私信拿到了 目前属于你们的 无论是300还是250块钱 还是说是250加250 还是说300加300 还是说300加250 等等这些金额呢 应该都是悉数到账 那么如果还有没有到账的朋友们呢 稍安勿躁 在未来的一到两周 在7月底之前 应该就能够把上述的款项 直接是退回到你们 目前在上一次输困金的退出账户 或者是邮寄一张卡 或者是邮寄相关的支票给你们 那么以上呢 就整个的这样一个付款情况 也就是目前啊 儿童0到6岁可以拿到3600块钱 6岁到17岁 最高可以拿到3000块钱的相关 福利补贴的发放情况 八戒给大家更新到这里 那么如果还有不太明白的小伙伴呢 欢迎积极联系八戒 加入八戒的微信群组 那么最近有买房卖房贷款的需求 欢迎积极联系八戒 无论是生活在加州佛州 德州等等地方 有买房卖房贷款的 欢迎积极联系八戒 好 那么以上就今天整个全门内容 有喜欢八戒的朋友呢 请点赞评论关注 有关的朋友呢 请订阅点赞评论关注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